欢迎收看校园新闻 我是主播汪奕成 一年一度的冯甲大学全校师生运动会 在3月26号登场 今年的比赛有田径 大队接力等多项体育赛事 还有带鼠跳以及班轮胎两种趣味竞赛 老师以及同学们皆使出浑身解数 以球夹击 让我们一起看看现场的画面吧 同学们戴着麻布手套 在印牙下挥洒汗水翻滚巨大的轮胎 除了参赛同学 一旁的观众也卖力加油 比赛过程相当精彩 接着登场的是带鼠跳接力赛 各个队伍不怕跌倒受伤 奋力向前跳跃 就算带子破了 仍然坚持双脚跳完全程 努力争取团队荣耀 展现无比的青春与活力 大学教育是一个得志体群美五欲并重的一个学堂 那我希望同学在学科之余 体育也是五欲之一 你要平均的发展 身体要好 你说将来出了社会 不是只有赚钱这件事情 当然也不是只有事业 你有事业没有身体也是没有用 所以希望同学能够有时间就出来动 所以我们将来自我健康管理 希望能够推到二三四年级 让同学能够自动自画的出来 这是体育处最大的目标 希望推展的 精彩的趣味竞赛结束后 轮到教职员的两千公尺长跑 身穿蓝色和绿色背心的是男子组 分别为五十岁以上以及五十岁以下 而紫色背心为女子组 全体教职员工不分男女老少 展现出活力与憧憬 更象征着带领冯架全体师生们勇往直前 最后 学生组大队接力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各班选手为求胜利全力冲刺 男子组由材料一甲获得冠军 女子组冠军则由风暴意义荣获 同学与教职员们各个展现十足的运动家精神 为这次全校师生运动会画下圆满的句点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汪奕成 我们下次再会